中国人 祖祖辈辈都感到成为颜黄子孙 成为皇帝的孙子而骄傲 中国人现在已经正式成为皇帝的孙子 成为孙子 中国人正式脱离人类 成为孙子 成为皇帝的孙子 成为习近平的孙子 成为习家的孙子 从今天以后 中国不再是一个正常国家 中国是一个皇帝的弟子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 就是皇帝的这个太阶 就是皇帝的 叫做随从 就是习近平正式一个人统治 是十四亿人 习近平正式一个人统治所有的 中国领导者 中国领导者 实际上中国人 习近平当皇帝 是中国人的期盘 是中国人的 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什么呢 是中国人的代表 习近平就是中国人 习近平称皇帝 也是中国所有的人的期盘 中国人就是想当皇帝 中国人就是想成龙成凤 中国人就想 有一天踩在别人的街上 踩在别人的头上 再踏上两只脚 再踏上两只脚 这是中国人的想法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清零 符合习近平的概念 符合对中国人的统治 现在中国皇帝通过清零 去统治中国人 对中国人来说是好是坏 中国人自己知道 或许中国人喜欢对他 事情清零 因为中国人有个概念 不管死多人 只要他没有死 他就觉得活害活着还好 所以中国人不在乎其他人 死不死 所以皇帝就更不在乎 其他人死不死了 皇帝对其他人死不死 他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中国人有了心的皇帝 是中国人的骄傲 是中国人的希望 那中国人就好好成生子吧 中国人成生子 不仅是在中国大陆的人 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 因为都是中国人期盼的 中国人都在推崇习近平成为皇帝 那今天真的成为了下一次 中国人从此以后祝生子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里 我生命 我没有贬离中国人的概念 中国人美国人想成龙成凤 成皇成寇 都想这个祝皇帝 那今天终于成了皇帝的生子 所以中国人当生子 是由来已久的想法 是中国人血液里边旧一周的想法 想祝皇帝的生子 今天终于祝了齐一平的生子 好 好的 Thank you so much Goodbye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